幸亏我聪明伶俐 不然 他怎么又来了 酒量不行 还偏要逞强 哥哥这是要干吗 不是吧 既然小春花不想吃药 那哥哥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办法来了 哥哥你就别戏怒我了 为了给你偷心法 我命差点都没了 哥哥还是很心疼你的 还特意跑来帮你解酒 我何时提心法了 对了 哥哥 你还是赶紧走吧 要是被人发现可就完蛋了 怕什么 把他们都杀了不就行了 嘘 哥哥 哥哥 我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 萧白 那个未过门的妻子花小蕾 死于湖海 确有此事 连尸体也没有找到 不错 那到底是谁纵的火 纵火的就是你 怎么可能 小春花可别忘了 萧家失火时 你也在萧家 我也在 你骗我 我不信 小春花果然健忘 你呀 以前鬼点子多 所以就混进了凤鸣山庄 说是要替哥哥偷心法 我 哥哥 说的可都是真话 我真的是纵火的那个人 千真万确 不过是杀人放火而已 紧张什么 你 幸亏我聪明伶俐 不然 他怎么又来了 酒量不行 还偏要逞强 他怎么又来了 他怎么又来到 你 我怎么还要来到 你 你 谢谢观看